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没有补给 大概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是没有补给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 另一艘船在这个无人岛停靠 又来了一条船 难道真的是美军又回来了 会不会是逮咱们来这样 我说那早上过去看 我们就开了小船 我梁红和陈毅 我们就去了 然后特别好玩的是 船上的人也看到了我们 然后就邀请我们登上了他们的船 每天都要求你 你就找到了 没事 我慢 torment拿弹气 哈哈哈哈 好 哈哈哈哈 好 好 谢谢 这旅程是全金钱的 我们叫做氧水 那是氧水 他们是负责给阿刘申群岛的所有岛屿 有人居住的岛屿送柴油的这么一条船 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从中国开帆船过来 他们说那话怎么出来是Mazing还是什么 反正那意思就是不可思议 我们刚坐在那 然后船长就问我们你们还没有吃午餐吧 你们饿吗 我们讲话了这刚见面这不合适啊这么说 话音未落我们有牛肉米饭可乐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哇塞盛宴 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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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中文 因为在一路上过来 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物资上的补给 大家都寿了很久很久 除了一顿海胆一顿野生草的 依旧是船上的罐头 每天都是吃罐头 我们有牛肉 有土豆 临走的时候还送了我们一大堆的烟熏三文鱼 我当时就在想 可能一两块小的 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挺贵的 但是真的没想到 他直接把我带到他们的厨房 他自己做的烟熏三文鱼 满满的那个干燥香 把里面所有的三文鱼 都给我装在我的袋子里 然后就送给我 说这是我自己做的 当时真的好感动 然后真的在我们回去之后 就是大家就那一兜子 烟熏三文鱼 大家一扫而勾 就是也确实是素了很久的感觉 我好歹三顿 跟几个有个交代 给你们带了点烟熏三文鱼 快吃 吃闹 烟熏三文鱼 在乌克兰吃那种 不吃鱼皮 那里面什么情况 团长人特别好 队长 先别蹬他吧 赶紧先吃一口 三文鱼 我好歹三文鱼 我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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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老船长当时跟我说说 你千万不要伤害任何的海鸟 尤其是新天空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新天空 都是一个水手的灵魂 都是死在海里的人 他们在这边上垫 你伤害了他们 他们就无法再保护了 我们开始在岛上转 我还是脑子里存着这种打猎的心思 然后看见了一只海豹 宝贝 当时想这就瞄它了 但是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 就是只有菜刀 没有任何工具 连鱼叉都没有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弄 上来给你鱼吃 开车车在环岛一日游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条河 那在河里突然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鱼 他有一条 这两条 这什么鱼啊 这一条 这一条 我猪也要大着 我猪猪的小鱼 太兴奋了 饿了那么长时间了 慢点啊 接着它有鱼吃吧 慢点慢点 一个鱼多到什么程度就是 我们的第一条鱼是拿框扣出来的 那儿有一条 那儿有一条 很壮观的景象就是大批的鲑鱼回游 可很浅 你就会看到很多鱼在水里爬来爬去那种感觉 小鲜鱼 太多了 来干什么呀 下午突然间老张回来 然后带着他们开着小船 跑到大船上跟我来说 说杰拉你赶紧收拾所有的 咱们跟捕鱼有关的东西 然后咱们跟我们上岛 我们集体去抓鱼 看今儿能抓多少 所有人都很兴奋 到那儿分析一下地形 最后商量 由于分配任务 老张带着小鱼两人去赶鱼 然后这个时候我跟老陈和梁红负责在这把网搭好 但是上游已经上去的鱼突然被老张赶回来 他就会往下游跑 跑到我们跟前 空的 人家走太近了 然后小雨和老张就像两头熊一样 慢点 等会儿我 两只熊手拉走赶鱼 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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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收网 直接收网 最多的一网的时候可以捞到七条鱼 那每条鱼大概都是得有五六磅 也就是大概得有四五斤五六斤 甚至更短 再大个的 这回有一个大的 二三四五六七 继续抓 鱼要大 继续赶鱼去 你们当必背鱼这种方法吗 这是我们市场的 人多力量大 所以那一天真的大家玩得也很欢乐 然后真的是有很好的收获 我们大概是几了 我印象也是二十五条鱼 这网还行 七条 这是他们回油产卵的季节 然后我们今儿不光有鱼吃 还有很多的红鱼籽 尝几个 我看大马哈鱼籽 从屁股里挤出来的红鱼籽 啊 叠好多 太棒了 太早饭了 太早饭了 哈哈哈哈 来 靠近点 来来来 一二三 这不是这样的 再靠我近点 就是大家行 小龙一声 鱼都在那一个 好吗 行 咱们看啊 一二三 啪 老师 看这一条 我们今儿太小了 看我现在已经在开始收拾我们下午的战果 就是我们钓的鱼 看这是一条母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马哈鱼籽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今天晚上可以每餐一顿 哎呦喂 哎呦喂 我跟你说特棒 哎呦 天呐 就这两条 在咱们那里花多少钱呀 啊 回去以后我们就是炖鱼 煎鱼 炸鱼 烤鱼 就各种吃鱼了 这样还不算过年 什么算过年 让了别让了 我跟老张很能吃很愿意吃 结果我们俩吃鱼子吃多了 还吃鱼内脏吃多了 上火 我第二天直接从当天夜里开始牙银肘 呜呜肘起来 然后最后睡觉的时候嘴都不能闭上 要张着嘴 这样睡 阿图岛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真的留有特别美好记忆 然后很很欢乐很快乐 然后又是按老张的说法就是过过节了圣诞节 在这个岛上我们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解决了柴油的问题 还有看这一池子 我们解决了淡水的问题 我们准备从阿图岛离开了 所以我今天的任务是洗车 因为这两天我们用这个车来拉柴油 所以车里面弄的到处都是油 因为走的时候不能弄的很脏 我们还要把它恢复原样 当然除了借走的一些柴油以外 嗯大国风范嘛 你不用那边已经到头了 劫死我们阿图岛的情绪 上船 飞天明 你可小心点这各种钉子啥的 小心点拉屎 我说 小张你不定点满啊 拉屎喽 拉我脖子上拉 不是很多 我感觉出屎的温度 特别稀的一泡屎 哈哈哈哈哈哈 这鸟最近感冒啊 赶紧去挡上环彩片去 哈哈 一会咱去镇上环彩片啊 对对对 环彩片中井啊 真的 来时入鸡选 哈哈哈哈 不是 鸟选 啊 好多海乌鸦 真可爱 你看这脚是黄的 哇 啊 啊 啊 一些伺供 fanto 伺供 一些伺供 做一些对 ま 大家做一些对 伺候 出inator 发aları 这是λο Hen 你好 还是 是的 至少 这一杯中国酒 船长 马克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就是给了我们很多关于白令海的这个风暴啊 这些气候的一些东西 甚至他帮我们用这个卫星收发了 他们能接收到的气象传真 其实这一路上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除了个人的这种经历啊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在世界各地 交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总是让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很幸运 在岛上 二百七和梁红发现了这个纪念碑 是为二战中牺牲的美军士兵而立的 1943年 美军在这里与日军展开激战 美军五百多人战亡 一千多人复杀 而日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自杀式进攻 两千三百人的部队 最后只二十八人现存 美军士兵目睹了山谷的彩象 彻骨寒冷于漫天大漠 黑色的土地上堆满了残殖断壁 无头的躯体散落一地 七十年后的这个夏天 二百七他们在这个岛上 收获的却是友谊和欢乐 面对战场的遗迹 他们更感受到现实安稳的可贵 只有在当今这样的和平年代 他们这次满载着爱情和友情的环球旅行 才有可能实现吧 哈图岛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来 来这儿真不容易 下一段 和篮岛 我们出发了 如果联合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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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依然在吸着不同城市的灰尘 走在不同海北的目标里面 欢乐的生活 令我没时间想过下一步会是如何 时间 一天一天地过着 迷茫 荒漫 纤扰着 如果不是遇上了你 或者 我的生活 不会发生这么多了变化 你就好像陽光那樣 驅散了我心中的黑暗 令我何會了更加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嘗試理解其他人 你用什麼樣的眼睛去看世界 世界就會是什麼樣 你跟著眼睛去看世界 閉嘴 嘴 揍不出省 叫第一次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